第十五回 前代開始,就是朝廷輪才大典的重地。 何謂輪才呢? 通俗地說,就是選擇人才。 再說,楊明時坐著大轎,來到順天府公園的時候, 只見韓星滿天,才剛過四更。 他撿起李下的葡伏,淡淡定定走去門口。 陽春三月,日頭那時還很暖, 不過現在是凌晨時分,都還挺寒冷。 從門口前邊離遠望,公園好像一座小城一樣, 城的四周圍,密密麻麻就鋪滿驚激, 簡直好像將這座古城鑲上一層黑黑黃黃的薄霧。 由於公園都是這樣的,在圍牆邊鋪滿驚激, 所以又叫做勒縣。 話說楊明時,進了公園,兜過一座牌坊, 就見到通道兩邊,隔開一間小廳。 這個地方又叫做以察廳, 名字就起得很好聽, 只是所有舉止最丟架, 也最沒面子的地方來。 為什麼呢? 事因只會是來考試的, 不理是窮人、婦人, 或是老的笑的, 全部都要在這裡寬衣解帶, 摸光珠, 接受鋪軟的牙液的檢查, 以防夾帶和藏屍。 楊明時當年就曾經在這裡飽受過羞辱, 但也從中領教過科下的嚴肅和神聖。 現在楊明時萬不驚心地向前走著, 有個差役走在他面前打個千講, 哎呀,楊大人這麼早就來了。 楊明時指一下以察廳那邊就問, 是咯,這麼早已經有人來了。 回楊大人,張宗棠來了, 是來送他兄弟主考張庭路大人進場的? 哦,那我就不去打擾他們了。 咦,這邊的屋裡頭又在做什麼? 哦,大人,你不知道嗎? 是在紮紙人嘛。 紮什麼紙人啊? 哦,那是以前傳下來的規矩, 每次考試都有的, 紮一個陰鬼和一個冤鬼, 咦,等明早早的舉止進場之前呢, 就供放在西望樓上的。 他們傾傾傾傾, 就聽到以察廳那邊有動靜了。 正是張庭玉和張庭路兩個疏堂兄弟走過來, 聽見張庭玉就說了, 皇上很早起庭的, 我都要走了。 我講來講去還是那句說話, 要秉公辦事。 聖上現在擦身理智, 最體重的就是秉公這一點。 諾問的倒台, 亦向全國的官員敲響了警鐘。 我們家世代為官, 祖宗家風中, 講究的就是一個廉字。 你做得好, 就會跟祖宗爭起, 我在裡頭做事, 就定當好多了。 張庭玉就答應一聲, 陸哥,你放心吧, 我不會妥衰你的。 兩兄弟傾傾傾傾, 擔高頭見到楊明氏, 張庭玉就連忙跟他打招呼。 哦,明氏呀, 這麼早來了, 為什麼不過來一起傾傾傾傾傾? 楊明氏走快兩步過來拱手行禮, 秉職跟張大人請安。 秉職想著張大人跟張大主考在談, 就不斷過來打擾了, 所以在這邊隨便看看。 嗯, 張庭玉就微微點頭, 這裏是公園種地, 當真拜完孔子, 連我都不能進來。 你們看, 那邊的舉子快進場了, 好了, 你們各自珍重。 張庭玉走了之後, 張庭玉跟楊明氏就一拍走入這座神聖的考場。 那時候來會考的舉子已經排著隊, 大聲報著自己的姓名走進來。 楊明氏突然聽見有人自報姓名叫做劉墨林, 不然心中一動, 啊? 劉墨林? 不就是那天在柏林樓上作打游師的那個人? 咦, 原來他也來趕考的。 那共園裡頭的舉子, 一見到這兩位主考官過來, 就連王跪下參見, 跟張太老師、楊太老師叩頭。 張庭玉和楊明氏拱手還禮, 然後就帶著他們來到公堂, 在大城致勝先師孔子的排位前邊, 行了三季九叩首的大禮。 張庭玉就代表所有國防考官上鄉盟勢, 為國家社職秉公取士, 不信私情, 不受請託, 不收賄賂, 有負此心, 神明共激。 兩位主考退下去, 當警役上場, 帶著舉子就拜這個, 拜那個就忙得不停。 楊明氏這件事, 在心裏突然想, 這些神, 難道真的會顯靈? 不是柏倫樓那個算命佬, 這麼有把炮, 還已經算到金科的考題咯。 好了, 等該拜的都拜完, 張庭玉就上前大叫一聲, 開龍門。 於是那些舉子就按照叫名順序, 一手拿著燈竹, 一手玩著考纜, 一個跟著一個, 就入到那些一個好像風鬥那樣的考號裡頭, 坐下, 靜靜地等著各個分考場的士官來頒發考題。 張庭玉和楊明氏就一起在銅盆洗乾淨手, 又同時向著金盆道, 供著的御風士提, 深深曲個弓, 由張庭玉拿起來拆開。 他自己先睬眼, 然後轉交給楊明氏。 哎呀, 怎麼知道楊明氏不體猶自可, 一看就眼都瘋。 原來第一道試題, 跟自己在百輪流到買的那些完全一樣, 一字不差。 過了一大排, 他才鎮定回, 就問張庭玉說了, 張大人啊, 這些才是第一場的試題而已。 那兩場的呢? 張庭玉聽他這樣問, 又是嚇了驚。 不過他們兩個驚, 就不是一回事。 楊明氏驚的, 是因為這道試題跟外邊賣的完全一樣。 但是張庭玉驚的呢, 是他看出了楊明氏那種不同尋常的神色。 那各位這場考試, 張庭玉確實作了弊, 他心有史。 在考試之前, 雍正皇上的大兒子三爺雲氏, 就向他傳出了考題, 要他照顧金科的四個舉人。 張庭玉也順便傳給另外六個人, 還收了他們七千兩銀子的賄賂。 現在楊明氏一問, 張庭玉的心不怕就假了。 但他再看出楊明氏的神色, 又不像是已經知道秘密的樣子, 就當堂定當。 啊, 不用急, 那些考題只能考一場拆一題。 嘿嘿嘿, 你初次擔當這個重任, 還未知道貢院那些差役古惑呢? 你只會拆開一個小口, 他們就有本事通水出去的。 張庭玉的說話便消除了楊明氏的疑慮。 他在心裡暗暗地逃足, 補任後面那兩題, 百輪流的算命佬沒有猜對。 各位, 在上兩回書, 就已經講過楊明氏, 在百輪流酒樓上, 用一百兩銀子向一個算命佬買了金科的試題。 那個算命佬說, 如果到時的試題不對, 就憑著酒樓開出的擔保書, 拿回元銀。 現在楊明氏看到第一道考題, 已經跟算命佬算的一樣, 但他還希望可能算命佬撞彩算到, 後面那兩題沒有猜對就好了。 就算我一百兩銀子不拿回也沒有所謂。 誰知道事情的發展就超出了楊明氏的預料。 第二場考題下來, 楊明氏一對照, 還是跟算命佬算的一樣, 只不過是第三題就換成現在的第二題。 楊明氏就即時想起賣考題的算命佬說過, 那些考題實準的, 最多是題目會調轉一下, 或者是一二三, 或者是三二一那樣。 楊明氏現在心想, 先不要聲張著, 再等一天, 看看明天發下來的第三道考題, 同不跟算命佬算的那些。 好了, 到了第二天的晚刻, 張平路叫楊明氏拆考題, 拆一看, 果然也是算命佬算的那些一樣。 那就是說, 賣考題的算命佬算得一點都沒有錯, 裡面的內容是絲毫無錯。 楊明氏這時候就來不及仔細想了, 就大聲說, 張大人, 這次的考題撕路了。 講完, 在懷中掩出那張百輪流筆的貼紙, 張大人, 你看看, 張庭路即時手振折地拆開風吐來看, 嘩, 三場考題, 全部都寫在貼紙上, 不止一字不差, 甚至一筆一畫都完全一樣。 滾聲, 張庭路只覺得自己的頭整個木曬, 東窗事發這幾個字, 在頭腦一閃而過, 即時手腳都凍了, 全身飆冷汗, 那怎麼收貨呢? 楊明氏就相反了, 他正常在極度興奮中, 沒有發現張庭路的失態, 自己暗暗沉沉地說, 哎呀, 真是不可思議, 這間柏輪流難道有這麼大的神通? 考題出自御筆, 我們都親眼看著, 是皇上親手從我金櫃裏面拿出來的, 又親自交到我們手上, 他怎麼會被人洩露出去的呢? 那個張庭路就已經死了頭近了, 從哪裡猜得跟楊明氏談這些事? 這一次的考題, 是雲氏阿哥偷出來交給他的, 在當時, 雲氏說過要絕對保守機密的, 張庭路也都向雲氏拍了心口, 但是現在事實擺在眼前, 雲氏沒有遵守承諾, 他不止繼續擴大了洩露的範圍, 甚至公開在酒樓拍賣, 再想深層, 恐怕不是雲氏一個人做得來的, 雲氏和龍科多之間來往甚密, 而龍科多又有向八王爺印字那邊靠攏的跡長, 雲氏、雲力和雲咒三位阿哥之間, 現在又重新上演至當年阿哥黨爭做太子的故事, 考題洩露的事就肯定和這些人有關的, 不過他們裏頭無論是哪一個, 都是天字第一號的人物, 又都是張庭路惹不起的人, 唉, 這雲真是上山容易落山難了, 怎麼辦呢? 好不好現在就向楊明時說出來呢? 不過這樣就會諸令到很多天王貴咒, 龍子鳳孫, 自己亦難逃罪責。 看來, 就只有狠下心理, 令我得罪楊明時, 都不能把這件事透露出去了。 過了這一關, 再找雲氏來商量辦法。 那想到這些, 張庭路就騎騎笑著說, 嘿嘿嘿嘿, 明時呀, 你何必這麼認真呢? 天下的奇人很多的, 怎知他是否得到哪位神仙的點化? 不然有本事, 有眼光的人也有很多, 給他們猜對的考題一點都不奇怪。 說話又說回頭, 如果我們將這件事張揚出去, 就會引起潮野震動, 要穩陣一點好啊。 金科考場裡頭, 最先看到題目的, 只有我們兩個。 況且是出示考題在前, 舉發舞弊在後, 稍有風聲流了出去, 我們兩個就要承擔大罪。 考場裡頭十八位防官的性命, 都插在我們兩個的手上啊。 喂, 明時老兄, 你明白沒有啊? 嘿嘿, 楊明時簡直被他趕到糊塗了, 什麼我們要承擔大罪? 外邊有人買賣考題, 主考官揭發出來, 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啊。 承擔什麼大罪? 什麼出示考題在前, 舉發舞弊在後, 那就即是迷下了伏筆, 向我暗示, 如果我去告法, 就會反過來追究我的責任。 哦, 明白了, 張廷路的大哥, 現在是上書房的大臣, 他最有可能是偷到考題的人。 嗯, 他們兩兄弟就是這場考場作弊案的最大嫌疑者。 楊明時就不想再沉默了, 他說, 張大人剛才所說的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細心想起來又有些不通。 皇上將選擇人才的重任交給我們, 我們就不可以靠著猜測為自己開脫的。 與其說什麼神仙能人一旅的廢話, 倒不如認真地想想, 或者皇上身邊縮起小人呢? 或者我們這個考場裡有人收受賄賂呢? 照學生看, 我們不要去想, 怎樣才騙到皇上, 怎樣才洗清自己。 在下認為, 這一科的考試應該立即停止, 我們立即向皇上請旨, 按皇上旨意去辦, 不要深大深細了。 楊明時說得夠誠懇, 怎料張庭路就突然反面了。 好啊, 那聽你的意思, 好像是說我張某人, 就是洩露考題之人。 好啊好啊, 我一心一意維護你, 你反而懷疑起我來, 反正是這樣。 你想拜張懲咒皇上, 那就除了你。 但我一樣要拜張, 而且頭一個就要參與你。 一聽張庭路要拜本參奏自己, 楊明時也欲謹了。 什麼啊什麼啊? 你要參我? 我有什麼錯啊? 嘿嘿嘿嘿嘿, 你安心等一會兒, 我會讓你看到我那份奏章先的。 楊明時也年輕, 也頭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他會在等著張庭路的彈劾嗎? 就在這時, 在外面等著接考題的成題官進來, 他剛剛一身頭入屋, 正好被楊明時見到, 楊明時想都沒想到, 大大聲聲說, 你來得對,快點去傳話, 金火考試立即停止, 公園的人也全部出動, 包圍搜查公園間的百輪流, 逐殺那裡的人, 送交順天府聽審。 慢! 張庭路大學一聲, 成羊的, 你懂不懂規矩的? 還有沒有黃法的? 這裡的主考是我, 不是你, 你不要太猖狂啊! 他轉頭就對那個成題官說, 你們都聽我吩咐啊! 第三場考題立即發下去, 考試照常進行, 派兩個人去順天府通知他們, 鎖立柏輪流出賣考題的人後審。 張庭路是正主考,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 成題官答應一聲, 就領了考題出去了。 楊明時頂登, 整個燈落椅子裡, 心想, 自己為何這麼多嘴又沉著氣呢? 剛剛那兩句說話, 被張庭路抓著把柄, 自己是副主考, 沒有權下令停考的。 自己是考官, 也沒有權叫順天府去柏輪流捉人的。 唉,我真是蠢啊! 這時候張庭路就反而開心了。 嘿嘿嘿嘿, 楊明時, 你還未夠僵, 等著聽參了。 我還要在咒本上幫你加多一條罪, 善權。 何時等你升了做大主考, 你先來發號司令了。 就這個時候有個書裡走進來稟布, 大人, 十一房有個貴州來的舉子, 夾帶了一本書, 被房官抓住, 請示大人怎樣處理呢? 張庭路正心煩意躁, 就脫口而出, 收了他份卷, 趴他扯, 說給貴州府知, 罰他停考三年, 以事情戒。 在一邊想著對策的楊明時, 突然跟張庭路這個說話得到啟示了。 舉止犯戒就可以攀出去, 那我這個父主考, 為什麼不出得去呢? 想到這樣, 他就急急走到門口, 對自己帶來的家人說, 快點, 跟老爺避矩。 張庭路就問, 喂喂喂喂, 你想去哪裡啊? 楊明時一聲不出, 頭都不會, 就走出去, 張庭路一見就矛了, 站定! 楊明時站定, 做什麼? 他只能走, 我不能走嗎? 他是被趕出考場的嘛, 那我是自己趕自己出去的, 你, 我不喜歡留在這樹, 因為這裡太嚇太髒啊, 你, 你是官員, 假裝警察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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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謝大主考的關照了, 楊明時一字講, 一字脫下頭上面的頂子, 一手放下地, 另轉身就走啊, 哈哈哈哈, 先頭還氣勢空空的張庭路, 好像砰聲, 兜頭熬了一棍, 整個打在椅上, 再都站不起來了。 喏, 楊明時有沒有辦法 告到這件考場舞弊案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